30多年了才知道 不管油烟机多脏多厚 只需要一个口罩 Hello大家好 这里是小厨家美食 不管你家帅气的小锅底有多么的脏 或者厨房里面的抽油烟机 还有这个煤气罩 有个不管有多脏多厚 我们就只需要一个口罩 马上就能让你的厨房里面的厨具 立马焕然一新 厨房是我们每个家庭 必备的一个角落 尤其是我们炒菜的锅 还有煤气罩 当然了 几乎每家每户都有 不管是炒菜或者煤气罩 我们几乎每天都会用上它 甚至在有的时候 每天都会用上很多次 就这样子日积月累之后 那里面的煤气罩 还有这个炒菜的锅 自然而然都会裹上一层 很厚的油脂了 尤其是连马尼的老奶奶 更不用多说了 其实在厨房里面的每一个厨具 每一种餐具 都是用久了之后 都会裹上一层非常厚的油脂 看一下就像这么厚 哇真的是太脏太厚了 那么这样子想要清洗起来呢 真的是特别的害怕 又非常的困难 那么今天我就给大家分享一个小妙招 既能简单又能快速的倾斜的好方法 如果你还不知道的话 赶紧跟着我的视频 我们一起写起来吧 只要你们掌握了这个方法 不管你们以后家里的抽油热机 或者煤气罩 或者是祖船的大铁锅 有够不管多脏多厚 我们今天只需要一个口罩 就能够很好的解决家里所有的问题了 其实说起这个口罩 是我们日常生活中厨房也是比较常见的食品之一 尤其是在疫情过后 我们这个口罩除了可以还病毒 还要还很多续菌之外 它还有着很多的妙用哦 视频看到这里 视频制作不易 如果大家觉得我的视频对你们会有所帮助 那就劳教你们花财的销售给我点个赞吧 在这里感谢大家的支持 首先接下来我们就先要准备一个大大的小碗 那接下来我们先碗里面加入大概15克左右的白色食盐 然后我们就这样子再拿出一个简单的橘子 给它剥一下外皮 简单轻松的剥下来之后 我们再取出一点小生姜 给它剪成大大的小片就可以了 放进来 然后我们再拿出一些82年的小苏打 大概20克就够了 最后我们就可以在碗中给它倒入数量的白醋 这个白醋也不需要太多 这么一点点就可以了 缩起这个橘子皮 它不仅能够杀菌 而且还能够消毒 所以我们最关键的地方 就是把这个器物能力也是非常的强 当白醋倒进来了之后 这个里面的小苏打 它就会引起一个良好的反应了 从而它会形成一些丰富的大大的小气泡 但这些大泡泡小气泡 器物能力那是非常的好 所以我们在家里面如果有这个喷壶的话 那这样子就更加的简单了 我们就像视频中这样子直接的把这个汁水 给它全部装到喷壶里面来 慢慢的滴 不要滴到桌面都是 好了这样子就可以了 这样子一份祖传的万能清洁摊汁就简单调好了 还真的是特别的好用 用起来也是特别的干净 下面我们就把瓶子给它提起来 再使劲来回的摇晃个720下就可以了 这样子我们的万能清洁摊汁调好了之后 我们再直接给它喷 喷在我们需要清洗的地方 所以不管是我们家里的大铁锅煤气罩或者是抽油烟机 我们就这么简单的在每一个角落都给它喷上薄薄的一层就可以了 最后就这样子均匀喷洒之后 全部喷好了 我们接下来就给它放着 给它安静的休息10分钟 接下来我们再准备一个老王媳妇用过的口罩 首先我们先从中间把它对折起来 跟着我们就可以在另外一头像这样子慢慢的给它卷起来 慢慢的捆 慢慢的捆好之后 我们再用绳子简单的给它绑紧就可以了 那这样子一个非常简单又非常好用的摆结布就做好了 相信大家在这里都非常的好奇 为什么今天用口罩来当摆结布呢 因为平常啊我们在清洗这些比较脏的厨机的时候 那么我们都会选择摆结布来清洗 那清洗完之后我们都会直接给它扔掉了 那这样子真的是非常的浪费 那如果今天我们用上了口罩呢 那用起来真的一点都不浪费 所以我们每次出门用好的口罩用完了 那就不要再直接扔掉了 我们可以给它收集利用起来 我们拿回家单摆结布那就非常的好 我们可以在口罩上面给它喷个几滴的万能清洁 好用汤汁 那下面我们就开始认真的来给它清洗 到这里大家眼皮不要眨 眼睛不要动来看我的视频 我们简单的给它喷上五六七八秒就会发现 这样子有了惊喜 像这样子简单清洗的给它刷一千 这样子整个煤气罩不管是家里的大铁锅或者是厨房里面的抽油烟机 哇真的是非常的脏 简单的给它刷一千 立马就这样子光光的立马焕燃一新 哇这样子光亮如新太干净了 能够达到这样子的程度立马已经焕燃了一新 看一下摸一下真的是特别干净又清爽 所以用上了这个方法只需要我们一个简单的口罩 就随便的东西擦一擦 擦上五六七八下 那整个厨房里面的厨房厨具立马都会变得干净 好了今天清洗油烟机大铁锅的好方法你们都学会了吗 可以的话就赶紧给我点个赞吧 加个关注或者转发给身边的好朋友 感谢大家的观看 咱们下个视频再见啦